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年年到现在的八年 那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两件事情一次在进去 我会称之为是福音运动的衰落和兴起 在乡村的教会当中 在许多的传统的乡村教会的地区 随着城市化的平等 随着这一个世俗化的浪漫 随着这一个社会的物质的进步 随着这一个社会的大环境的变化 那实际上在持续的衰落 那整个传统的家庭教会的地区 普遍地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衰落的状况 那么 因此在2006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差不多12年 短短的12年的时间 那么有另一个运动 是这一个福音运动当中的 衰落的兴起当中的一个运动被兴起来 这是基督教教育的运动 2006年 中国教育教会出现了第一阶教育学校 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 在80年代的时候 温州教会面对压力建立了主族学 那么就是儿童主族学 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得胜 因为你知道在去年到现在 去年9月到现在的一个新的逼迫的浪潮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禁止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教会 进入教堂 参加崇拜 不允许父母带他们的孩子 在很多的地方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 温州教会领住压力建立了他们的主族学 但是在荷兰教会 在安徽教会 都在其他的一些比较广伴的地区 的传统家庭教会当中 并没有同样的 或者是比较成熟的 有利的建立起的儿童主族学事工 那儿童主族学事工 没有在家庭教会当中 除了温州建立了很好的儿童主族学 所以温州呢 当然一个方面是他整个的教会的这个基础 就比较好 因为他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他整个城乡 而且在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当中 温州也是很突出的 对吧 温州是这个改革开放当中 这个温州 虽然一开始温州过这个民生不会很好 但是整个温州 他的经济的发展 使得他几乎实现了 整个温州地区的这个城乡的这个 这个一体化 他的这个程度很高 他的这个城镇化程度很高 所以城市教会跟乡村教会 这个打成一片 但是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策略 就是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儿童主族学 所以因此呢 到了90年代的时候 甚至到了2000年以后 我们就看见一批温州的年轻传道人的出现 一大批的温州的年轻传道人 他的后代当中有一批 而且呢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我去到温州的时候看到 温州已经将很多的子弟送到国外读神学 所以呢 在国外读了神学院回来的 或者是在国内 当然就读神学的更多 这个这样的一批温州的年轻的传道人 就变得越来越多 而他们从小呢 也在竹童学里面长大 那相对于其他乡村教会复兴的地区 他们在这一点上是做得比较好的 所以在整体上 温州虽然他们也会有一些衰落的现象 但是在整体上来讲 我们可以这样讲 温州教会没有失去他的下一代 温州教会在总体上没有失去他的下一代 在总体上有年轻一代 甚至今天二十来岁的一代的 二三十岁的一代的传道人 是在这四十年的复兴运动当中 他们可以说是交棒给了第二代的 整个温州教会是到第二代 它被建立起来的 那这个是主日学教育 然后一直到后来温州遍地的神学教育 到处的神学院神学班 这个很多都不知道有多少 当然有些是短期的 有些后来就没了 我2012年13年的时候曾经 温州的一个神学院邀请我过去讲课 然后那边不允许我去讲课 就把那个神学院关了 所以有很多的神学院就起来倒下 起来倒下 有很多 但是温州仍然还是全国神学院最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些年轻的传道人起来 但是呢 荷兰教会 安徽教会 基本上是失去了下一代 不是说他们完全失去 那边说没有完全失去 也不说他们一点都没失去 这是一个总体上的趋势 因为一个成熟的主日学系统 没有被建立起来 没有被建立起来 就没有办法到这个 这个时代的浪潮来了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再得着自己的后代 那么到了2006年的时候 很多的教会开始慢慢的看到 主日学不够用 你学两个小时 然后在这个公立学校学这个五天 这个是不行的 后代还是在不断的失去 所以呢 在2006年出现了第一间家庭教会的教会学校 第一间学校应该是在这个哈尔滨 那我们有一个旧教 中国旧教教育的联盟 在这个联盟当中呢 现在有这个一百多间的学校 我们归正学堂 我忘了不知道我们是多少号 那么哈尔滨这一家呢 是001 就是中国的第一间 那么这是这十年来的 从06年开始 06年开始 但是到10年之前 其实都非常少 是非常的少 当然了也有一些SAE教育起来了 但是到教会学校 基本上是在2010年之后 开始出现 直到今天规模也很小 但是正在开始的一个 旧教教育的运动 温州在这两年当中 也开始了这一个看见 就是要把主日学变成日日学 所以呢 温州也开始了 从主日学到日日学 的这一个旧教学校的运动 那么这个也是刚刚 正在这个开始 那么另一个呢 有很重要的一个 我想呢 留到下一次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专题来跟大家讲 就是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 中国家庭教会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 就是改革中长老会的运动 那么改革中长老会 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 是非常突出的一个运动 从神学的来讲的话 就是归正的信仰 在中国教会当中的传播 当然在10年之前都有传播了 2000年之后都有传播了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在2010年之前的归正运动呢 在中国或者是在全地 在整个华人教会 华人世界里面 基本上是一个神学思想运动 那么主要是唐重荣牧师的 影响和服事 还有另外的一批 海外的这个改革中的牧者 或者一些教师 他们带来一个改革中思想的运动 改革中神学的一个 神学教育和神学传播的一个运动 但是在中国大陆呢 只在中国大陆 因为在台湾 在香港 在北美 改革中的运动呢 都停留于改革中神学的一个传播运动 并没有因此发展成为一个教会运动 在整个大陆以外的华人地区 没有一个改革中的教会运动 但是在10年 当然10年也是简单的做一个的标志 不是说你说为什么就不能够往前两年算 其实就是大概最近的十年 改革中在中国从一个神学运动 发展成为一个教会运动 是这10年当中 最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是这10年当中 城市新兴教会的转型和建造 就是教会的中心开始转向城市 当中所出现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 虽然不是所有的教会 都是改革中教会 但是改革中的神学的影响 甚至开始慢慢的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甚至超过灵恩运动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灵恩运动在80年代 从荷兰教会开始 然后一直到90年代 或者到2000年初期 灵恩运动对中国家庭教会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直到现在 其实这个影响也不小 但是在2000年之后 直到最近的这十年 我看到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使得 改革中的教会和改革中神学的传播 阻击了灵恩运动在中国的蔓延 而使得灵恩运动并没有成为席卷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运动 而且使得曾经受灵恩运动影响的很多教会 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 甚至都在开始受改革中神学的影响 所以这是过去十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刚才讲城市堂会的兴起 堂会的兴起 就是联络达佩德河市 新的人都在一处 离开家庭 因为住宅 你房子大就是七八十个人 房子小就是二三四个人 对吧 你家的客厅不可能有装两百人嘛 但我们阮一飞老师在家里已经装一百人了 一百人就是极限 所以当城市教会开始离开家庭 而开始租用写字楼或者购买会堂的时候 这个是在过去十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而我们讲了08年的地震 09年对城市新兴教会的打压 以及10年的什么洛杉磯事件 这三个08、09跟10 基本上是一个转折 是一个转折 那么09年打压这几个教会 北京守望 然后上海的万邦 还有我们邱宇 另外乡村的传统教会 就打压了这个山西的灵粉 的金登台教会 那么这几个事件呢 金登台教会受打压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教会领袖被判刑了 然后呢 万邦教会是被分散了 守望到2011年的4月份 今天名牧师被软禁在家里 一直到今天 七年快到七年四个月了 那基本上守望教会 或今天名牧师被软禁 基本上就代表着过去十年的历史 过去八年的历史 10年到2018年 就八年的历史 但是呢 与此同时 从一个角度来讲 这是对守望为代表的一个打压 守望成为 我们在之前也讲 2000年到2010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上的变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 就是整个家庭教会在整体上 从基要派教会向什么 福音派教会转型 那然后在福音派教会当中 我们会看到10年之后 改革中长老会的运动 在福音派的这一个转型 和福音派教会当中 越来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那么在前面 这十年 守望和今天名牧师 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 一个方面他受到压迫 他受到逼迫 七年多的时间被软禁在家里面 除了他还有教会其他几个牧师长老 也被软禁在家里面 那有几位这几年已经慢慢松动了 已经可以出来了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 政府把他软禁在家里面 七年半 却没有打垮一间教会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这是极大的得胜 政府没有办法 政府能够 政府想干掉谁 他不能够干掉啊 08年到现在 有一个很大的社会的转型 08年的 08宪章 代表了过去20年的国内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和社会的这种民间社会的力量的一次聚集 签署了一个08宪章 向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提出来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中国的构想 之后刘晓波作为这一个08宪章的带头人就被捕 然后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那么这个代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扭转 这一个扭转很简单 就是重新的专制化 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然后到习的上台 习上台之前在我们成都上演了一个 这十年来中国当代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 你们知道是什么事件 应该都还记得对吧 那就是王立军闯梅领馆 对吧 王立军闯梅领馆 这一个事件拉开了 撕开了中国的这一个寡头制 其实从四季末开始已经形成了 常委的寡头制 实际上从江到湖 其实都是比较弱的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 基本上都是 都是这个每个寡头 每个常委都是寡头 都是富可敌意的家族 都是这一个 都是这一个国家 就是都开始有份额了 七大常委 九大常委 都是大股东 所以没有哪一个能够干掉 其中的一个股东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呢 他变成了一个寡头制 可是那从王立军闯管开始 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的变化 博享上位 然后被干掉 被干掉之后呢 习就开始大清洗 基本上结束了常委的寡头制 而重新的把所有党政军的权力 归于一人 直到今年修宪 完成了宪法的修订 取消中 这个你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 在英文中的一名就是总统 其实以前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 以前就是主席 Chairman对吧 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改成总统了 在中国的宪法上 国家主席是虚伪元首 是象征性人物 没有权力 行政首脑是总理 对不对 但是因着习的上海 实际上国家主席 已经变成实位元首了 国家主席就是超级总统 超级总统 一切权力给予一生的超级总统 所以因此在10年 刘晓波 等罗贝尔和平奖 然后这个11年 金天敏牧师被软禁在家里面 然后接下来的一些年 清理整个的大老虎 对吧 建立整个的集权的体制 整个国家重新集权化 然后开始用这将近七八年的时间 清洗了中国20年改革开放 前20年改革开放 所聚集起来的 羽翼出身的民间社会 和一切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一直到前两年的701 将一大批的人权律师逮捕 709 说错了 709将一大批的人权律师逮捕 所以自此来讲 中国除了教会以外 已经没有任何的独立的民间组织 已经没有任何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群体 已经没有任何稍微独立的可以自由说话的媒体 南方暴戏被彻底的打压 然后民间NGO被彻底的打压 然后人权律师群体被彻底的打压 然后像许志勇的新公民运动 这一批的自由知识分子被彻底的打压 每一个代表群体的人物和组织 在这十年当中 基本上都被消灭干净 只剩教会 那实际上 实际上在 这是这十年的一个变化 在经济上 改革开放早就已经停止 从2000年以来 我们都在讲一件事叫做 国进民退 就是整个的市场 实际上是被国家资本所垄断的一个市场 当然你可以挣钱 但是你不可能挣到太多 因为你不是赵家人 如果你能够挣到太多 你就必须成为赵家人 因为整个国家实际上到现在 从经济上来讲 是类似于洋务运动 因为洋务运动的特征叫官都商败 所以我们基本上到现在2000年之后 整个改革开放是走的回头路 是建立的官都商败的国家资本主义 所以我之前我知道 我提过一个 我认识一个企业家 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 听过就再听一遍 那个一个旧途的企业家 他就跟我讲 他说在中国我持守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他说挣钱不超过5000万 做官不能超过处级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我公司到5000 他说我差不多到5000万这个级别 我如果再想挣钱 我想拿更大的项目 我就必须要跟某个官员靠近了 我就必须要跟这个体制 也就是说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 导致的一个局面就是说 你在荷花池当个老板 在淘宝开个店 然后或者多一个小老板 挣上一两千万 基本上是有这个空间的 不跟共产党打交道 不与这个体制同流合污 不成为赵家人 也有几千万的空间 可以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能干 只要你有机会 市场是可以给出这个空间来的 但是在中国的这个市场里面 如果你不是赵家人 你不要梦想几十亿的生意 你不要梦想几百亿的生意 至于几千亿 你听都没有听过 那都是九大常委瓜分的 那都是所有的太子党瓜分的 那都是要投靠 投靠一个主才能够达到 这是中国的经济的状况 所以那在政治上来讲 是高度的重新的极权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来看教会 教会一个方面衰落 一个方面开始成长 这十年来 尤其是在最近的五年来 中国社会发生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比以前的趋势也有 但是变得更明显 就是逃离中国的运动 就是大家所讲的说 人大里面开会的都是外国人 然后当官的子女都在国外 现在不只是当官的 现在民间的有钱的 开始不安全的都去到国外 甚至开始连知识分子 也都开始去到国外 整个的精英外流 整个的一个逃离中国的运动 一个越来越多的人 对这里悲观失望 对国家悲观失望 对社会的前途悲观失望 当然顺带对我个人的前途 也悲观失望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反而一个方面 是给福音预备了人心 所以呢 这八年来 人心从来没有被上帝预备到 改革开放以来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呢 第一 前一波的福音运动 其实已经进入尾声 我们上代的家庭教会 他们走十字架的道路 他们在那一个教会跟社会 完全隔绝的一个状态 你不可能关心社会 你也不允许你关心 你也没有那个力量关心 然后你的神学是基要派 你也认为我们不要关心 我们多传一点福音好了 那么进入到现代的时候 面对这个社会的潮流 你发现说你说你不关心 但其实你的子弟都在流失 因为因为这个世界 对他们的影响 大过福音对他们的影响 所以我们讲这个 三话的意象是什么 文化的基督化 对吧 教会的国度化 这个跟福音的中国化 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你不能够用福音 去面对认识当前的社会 不能够去抵御住 那一个世上的潮流 那你的那个基要派的信仰 在这一个变化的 这个莫测的 这个现代 后现代的社会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 当然你刚强 你可以持守 可是没有办法 在整个教会的会众 甚至是在教会的 年轻的一代当中 仍然让他们持守一个 整权的和坚固的一个信仰 所以改革中神学的发展 以及呢 这一个职堂步道的运动 10年呢 我们也可以说 10年是面对这个打压 是中国的城市教会 从被动职堂 走向主动职堂的 一个职堂运动的开始 那在10年的时候 10年6月份 我跟这个大概17位 17位中国家庭教会的牧师 传道 一起呢 去往这个美国在 在纽约的这个救赎主教会 提姆卡尔牧师的 救赎主教会 有一个月的学习 我们一起去的呢 有这个金天明 有守旺教会的金天明牧师 有荷兰团 荷兰这个 安徽抚养团队的领袖 这个 然后这个陈牧师 然后有这个 荷兰方程中福团队的领袖 张衡牧师 然后有这个传统家庭教会的 像这个 这个厦门徐士顶教会的传道 也还有其他的一些 我们 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地方 学习这个城市教会的指导 然后呢 这个还有高 还有北京门徒的高正牧师 高正牧师呢就说 我们一直都在指导啊 每次一打我们 我们就指导 我们人数一超过50人 赶紧就指导 政府警察上一次门 我们马上指一个导 他说因为 因为这个福音教会 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只要你一打我 只要我人数在家庭当中 多到四五十人 马上就会再分小组 分一个家庭再开放 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 有三十多个堂点 每个堂点都是 二三十到四五十人 就都是在家里面 所以呢 这个叫做被动直堂 是因为逼迫我们就分散了 还有呢 外在的环境 不允许你有更大的规模 对不对 更大的规模 冲突就很大 那是这八年来呢 基本上 当然还有很多教会 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做 但实际上 在很大的程度上 特别是在一线 二线的城市当中 这个模式基本上被突破 就是进入教会主动的直堂 并且进入教会的一个 完整的建立教会 然后案例 选立长老案例牧师 然后建立会友志 建立公共的敬拜 建立这一个地方堂会的门训 然后建立这样的一个 之后开始主动的开始直堂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 今天在中国城市当中 在单一的一个堂点 不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个聚会 分散在不同聚会里面的教会很多 但是在单一的一个地方 他要突破场地的限制 就要突破政策的限制 就要突破教会跟社会的关系的限制 他才能够这样子做 不然就只能分散在不同的会堂 那因此在同一个的堂点 从两三百人到接近千人的教会 我评估一下 我的评估不一定很准确 在全国来讲 我想就是一百间左右 一百间左右 也许会再多 我想不会超过两百间 不会超过两百间 那么去年九月以来 今年二月份以来的 这一场的新宗教条例的执行 看起来呢 是全国性到处都有丰盛 对吧 每一周你似乎都会听到一个消息 说哪一个地方的教会聚会被冲击了 哪一个的地方警察又去了 哪一个地方又什么把门口贴的春联都撕了 哪一个地方甚至都进到人家家里面 把那个十字架取下来 挂上习近平的相了 对 然后哪一个地方又插国旗了 哪一个地方又怎么样 你每周都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对不对 基本上这是一个全国普遍性的一个运动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逼迫运动 逼迫运动的一个社会背景 是刚才我讲的整个中国社会的重新的极权化 的一个倾向 然后针对教会的逼迫运动是从14年开始的 14年的重要的事件是什么呢 差一十字架 2014年4月28日 温州的三江教堂被炸毁 被称为温州的教烂 实际上是这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 从未有过的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运动式的 对教会的打压 接下来从2014年到2015年 整个浙江地区有1700间教会被拆掉 十字架 那接下来论论续续的在河南也有 那么这一个拆十字架的运动 是新宗教条例出台之前的一个前身 对不对 是一个测试 我们就像我刚才讲到讲的 我们要问夏宝龙是谁的人 夏宝龙是习的人 所以他敢乱来 所以他在浙江做了两年的测试 然后很多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发出消息说中央要改变政策了 中央的意思不是这个 习近平是要给大家这个宗教自由的 而是要改变的大好消息 中国要开放宗教 我觉得你们在前些年 是不是也经常都看到这种利好的消息 不知道谁从那里 一般都是从那么几个人那里传出来的 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 你不断的都会听到这样子的好消息 但也有就是政府在重新的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最近的这几年 10年到18年 特别最近的5年 随着习上台的一个极权制度 对于教会来讲很简单 就是一个新三制运动 拆十字架运动 是这个新三制运动 在地方在拿中国的教会 最新盛的浙江地区开刀 而在浙江地区的夏宝龙 又正好是习在浙江做省委书记的 他的马仔 所以呢 就正好拿这个地方开刀来测试 然后新三制运动 随着做新宗教条例的出来 全面的推行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也有他的统战的工作 因为50年代的三制运动 那个时候教会一共才80万到100万 基督徒对不对 现在是可能是八七千万八千万 所以你不先拉一批 你怎么能打一批呢 共产党做所有的运动 都是这样子做的 拉一批对不对 然后打一批 下一批再关一批 对不对 这样子就把问题解决了 所以在2015年的 2015年拆十架运动一年之后 那个时候的确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利好的 可能大家都在看 就是中共方面呢 开始主动的跟家庭教会结束 然后通过北京的几间教会 实际上就是10年 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这个08年的支持四川的抗政救灾 使得教会浮出水面 使得大部分中国教会的领袖 开始有了一些这一个连接 然后10年为了去参加洛杉会议 在中国的教会领袖当中呢 这几百人的一个 一个从传统教会到城市教会 这一个群体基本上慢慢在形成 然后经过打压之后 那政府如果想要来统战加灵教会 他还是只有找这个系统 对不对 实际上政府对任何的控制 他都要找头的 当年在广场上面 89年的时候 你知道什么情况最可怕吗 最可怕就是政府要直接面对100万人 一个一个的去说服他 说服了他们这一波 他们不干 说服了这一波 他们不干 在这种情况下交易成本是很高的 根本没有办法谈判 所以呢 如果你们当中有领袖 高自联有起来 我就跟你们十个人谈 你们十个人呢 就把你们所有的人连接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还是需要领袖的 他找不到领袖 他到哪去找中国家庭教会谈呢 对吧 所以呢 他还是要找20年洛杉会议所形成的这一批领袖 然后就找到北京的几个 然后发出 真的伸出一个橄榄枝 就是中共在15年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对吧 国安会 由习近平任国安会的这个主任还是小组长 是吧 然后由国安会出面 邀请中国家庭教会的大概20位的代表 在钓鱼坛宴起他们 谈谈 那么当时在成都 我跟盆强牧师也被邀请 我们俩呢 商量了一下说 这个是北方教会比较关心的事 我们南方的牧师一般不太关心这事 我们路途遥远 出川不变 我们就不参加了 所以后面呢有17位 大概参加了钓鱼坛 国宾馆跟国安会的见面 在这个国安会见面当中 出面的是这个负责国安会当中 负责宗教的一个国安会当中的头子 就是中共的早期领导人 这个被称为东北王的 你们知道是谁 你们年龄大的知道是吧 高刚是吧 高刚的儿子 高岗的儿子 高岗的儿子 这跟习是从小伙伴长大的 他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领袖 他出面来宴请这些家庭教会 说浙江的事情是地方上的事情 中央不是这么想的 然后呢明确的也讲说 你们要耐心的等待 我爸的案子还没平凡呢 所以呢 这十几位牧师很兴奋 所以出来之后就给家庭教会传播了很多的利好的消息 而且呢 高岗的儿子说 我们现在不是搞一带一路吗 你们不是也要归毁耶路撒冷吗 对吧 那么正好对吧 教会的向西宣教 也可以帮助中华民主的复兴 所以呢 他们这有些牧师出来就大讲一带一路 但是呢 过了一年之后 基本上就认清局面了 基本上呢 这一帮的牧师呢 就知道 家庭教会的牧师 最好不要去搞政治 你明白吗 有人说我们搞政治 我们连钓鱼台都不去 跟我们没关系 对吧 我们是主的教会 我们跟政府没关系 跟政府搞得太冷 最后都是被人家骗 你一定要知道 我们这帮人 不过就是信耶稣的人 我们的政治智慧 在别人面前等于零 不要高看自己 共产党是搞什么起家的 你知道 你别跟他玩 你信耶稣就好了 你该传道就传道 该执堂就执堂 该坐牢就坐牢 你别想去国宾馆 对 所以呢 过了一两年之后 中国家庭教会呢 也看清楚了 而且国家的局势 也看清楚了 对吧 到宗教条例出台 一看 这 以前说好的那个什么呢 对吧 就完全不一样了嘛 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到二月份 整个的这个打压 但是在那一个方面呢 从目前来看 我们也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直到教会出现 这样一个分堂的冲突的时候 我们心里真的是很着急 因为我们不知道 那个时刻什么时候 哪 所以我们要在去年的六四之前 完成整个教会的分立 和新教会的建造 不然的话呢 我们担心到那一个冲击来的时候 整个教会就会一击而溃 但是上帝实在是怜悯我们 上帝在去年 让我们完成整个教会的 这一个的分立和重建 然后到年底才出台宗教条例 今年才开始执行 今年的五一二到六四 你们所看见的 不是我们这群人 我们的信心有多么的刚强 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 可以摇动上帝的手 而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看到的是 神奇妙的保守他的教会 如果这个换到去年来 我们就死定了 是吗 如果换到去提前一年多来 做这件事 就与支付教会就垮了 前面十年上帝的预备就垮掉了 所以你会看到神的工作 然后到五一二到六四之后 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 我跟同工们分享 九月份宗教条例出台以后 我跟同工们分享 同工们也都很支持 我的看法很简单 公开的反对宗教事务条例 吸引火力到我们教会了 只要他要全面执行 就必须把这件教会干掉 就必须把这件教会摧毁掉 否则他干不了 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摆在这个位置 那么同工们也都支持这么做 那么到今年上半年 我们说 那如果到今年 五一二到六四过不了这个关 那咱们就进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如果过了这个关 下半年我们就要做得更多 我们就要放胆 我们就要走到街上去步道 对吧 然后我们经过五一二到六四 没事 上帝奇妙的恩待 所有人都以为完了 对吧 蒋荣师母的分享说 他想到这个 王明道在监狱里面唱的歌 一切全完了 对吧 对吧 但是没有完 上帝又建立了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跟同工们分享说 如果到年底都还有没事 明年咱们就来做更多 咱们明年胆子就再大一点 咱们到天赋广场去步道 咱们到川大校园当中 直接的去步道 咱们再去被抓十次 因为时间不多了 上帝留给我们的 这个新一波的福音运动 有吗 会有新一波的福音运动吗 八千万基督徒 是中国教会的天花板吗 是一个上限吗 实际上中国教会 从去年以来到现在 实际上已经在下跌了吗 实际上很有可能 我在大会的时候分享 很有可能 中国家庭教会 已经少掉五百万人 已经每年几百万的速度 在减少 而不是在增加 而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么新一波的福音运动 求主来 求主来带领我们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我自己目前的评估 我觉得这一次的打压 其实还没有到09年的规模 不是规模 规模达到 因为09年就是四点 打几个 其他都没事 对不对 而这今年呢 你会发现 全部到处都在打 但是呢 很简单 过去十年 中国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是城市堂会的兴起 最重要的变化是 教会中心转向一二线大城市 最重要的变化是 一二线大城市 形成几百人到千人的堂会 所以这一百间 中国教会当中 这一百间 大城市当中的 几百人到一千人的会堂 只要没有在整体上被冲击 这个运动 就是雷声大 鱼脸响 做不下去 你知道吗 因为重心是这个 在北京 五百人以上的堂点 我估计有十间左右 在上海会少一点 在其他的一些城市会多一点 在成都 现在两百人一间的堂会 应该是七八间 这样的教会 五百人以上的 也可能有 除了我们之外 也应该还有一两间 但是呢 有一间我知道 已经在宗教局登记了 但是所以 这就是目前 中国家庭教会的 一个 一个核心的力量 如果这一百间 四五百人的教会 和四五百人以上的 不是指单一堂点 这一百间当中 有三十间到七十间 都被打掉 那这场运动就得胜了 福音运动的衰落 就是会衰落一个阶段 但是如果经过 这一个的阶段 这一百间教会 只有一两间 只有两三间 只有四五间 受到真正的实质性的打击 或者是摧毁 或者是解散 而绝大部分的 仍然在聚会 而且仍然是 这么大的一个教会 那么这场运动 就注定失败 所以 亲爱的丢姐妹 让我们一起再来持守 秋雨圣约 能不能够持守到今年年底 秋雨圣约 能不能够持守到明年还在 北京的守望 北京的西安 北京的几间大教会 武汉的几间大教会 上海的几间大教会 或者其他几个教会 这个厦门的广州的几间大教会 到今年年底 到明年初 是否还在 只要在 我就挑战你们 现在不全职的事奉 什么时候全职的事奉 现在不现身 什么时候现身 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祷告 要么我求主来一场大的逼迫 要么我求主在你们当中 和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当中 求圣灵带来一场现身的运动 全职的事奉的运动 如果今年年底 就像我上次讲到 跟一个弟兄说的 他不想来参加这个婚姻更新礼 我就说明年这时候 如果我还没抓 你就必须来参加 哇 他说你这个是逼迫我 哇 你这个是逼迫我 我说你不想来 你就祷告 让我明年不在这 哇 他说你这太逼迫我了 太逼迫我了 所以我也逼迫一下你们 如果明年 到了明年六四 我们还在这里 你们的牧师还没有坐牢 我挑战你们 求主在你们的当中 兴起一批新的神学生 兴起一批新的 愿意全职侍奉主的人 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家 愿意把自己和自己的婚姻 摆在上帝面前的人 为着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 中国教会的复兴 献上自己的人 阿妹 你可以现在就在上帝的面前 为此来祷告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你可以祷告明年 我们不在这了 但求主的灵 感动你 激励你 18年是一个转折 新宗教条例 这个新三次运动 是一个转折 这一场新的 新的这一个 逼迫的运动 是一个转折 甚至今年的 这一个修宪 也是一个转折 无论是世俗社会 还是教会 都会往前面 前面我不知道 我不能说前面是顺利 前面有可能更艰难 有可能更糟糕 有可能更专制 但是也有可能 无论怎样 上帝会给我们新的机会 上帝会带领教会的复兴 所以我盼望这间教会当中 你在这 首先我在挑战每一位的会友 你在这间教会当中 如果还没有 我们不说人人都有侍奉吗 如果你在这间教会 还没有服事 我盼望你赶紧报名 参加主日侍奉 好吗 因为没有几周了 万一下一周就有事了 你就没有机会 给弟兄姐妹洗脚了 是吧 我们的爱宴需要同工 我们的服事需要同工 我们现在主日接待的团队 需要更多的同工 因为我们楼上楼下都在开 我们其实非常的欠缺 我们希望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参与主日的那个接待 最好是每个月只给他排一次的 是轮流来的 因为服事那一天 他其实很难 很好地听到的 他要服事大家 所以现在我们只有这个不到80个人 我们希望我们现在是楼上楼下 我希望有120个弟兄姐妹 参与在主日接待的轮流当中 这样子既是你对这些服事 这些弟兄姐妹的服事 对木道友的服事 甚至这个也是 你对那些已经在主日接待团队当中的 弟兄姐妹的服事 就是你来替他一次 你不要让他轮得太轻 这就是你的爱心 这就是你的服事 还有我们其他我们的师班也需要 我们其实现在两个楼开着 万一 如果在下一楼里面再来个师班多好 我们现在还有那么多的步道所 我们有好几个步道所里面没有私情的 我们奉献几个私情的出去好不好 我们再来几个男高音好不好 我们再来几个女中音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再要刚才没有讲到的 我们主在你的面前来祷告 在16年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一个的 标志性的事件 就是那90后的年轻的一代当中的 李星恒和梦丽丝 两位年轻的弟兄和姐妹 在巴基斯坦殉道 主啊你带给了一个 我们一个过去的福音运动 进入到一个尾声 整个社会都在一个剧烈的转型当中 你也赐给了我们一个未来的一个复兴的印象 甚至在那90后的年轻人当中 你赐给了中国教会我们自己的斯提法 我们这一代年轻的信徒当中的殉道者 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带领这间教会 求你来带领在今天的各城各乡的中国教会 能够让我们快跑的来跟随你 像我们所唱的这四歌说 愿你赐我们这信心越来越刚强 主绑必保护我们 哦很多人很多人问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事呢 为什么五十二之后没有事 为什么六十之后没有事呢 我们回答说因为我们上面有主 因为我们有最大的保护伞 是遮盖着天地的保护伞 没有你的许可 没有一根头发可以掉在地上 没有一只麻雀可以掉在地上 主我们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 也看到了许多你的仆人坐监入狱 所以我们甚至在三字教会当中 在拆十字架的运动当中 也看到了主要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就是从一堂的这个主任牧师 顾约瑟牧师的案件 他被求他被释放 他宣告要脱离三字 我们也看到了活食教会 养华牧师主要为你坐监 我们看到金灯台的教会 我们看到各地的一些牧者 包括一些宣教士他们坐监 潮山抢牧师 现在他还在监狱当中 主啊 求你纪念这些仆人 求你使我们效法 我们不但是有历史上的圣徒可以效法 就在我们同一个时代 我们也有许多神中心的仆人可以效法 这实在是你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